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誰把食物偷給了魯夫? 黃元是罪魁禍首 龍準備抵達彈頭島 大雄其實是計畫通 早已與貝加龐克套好了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海賊王1103話回憶一結束 馬上就迎來大戰了 一群人VS突星 但是除了玻璃之外,全部人都無法動彈 但卻有一個人動得了 魯夫當時與黃元對戰 使用五檔過渡後完全沒力了 變成虛弱狀態躺在旁邊說了 食物食物給我食物 草帽團一群人都說我想給你食物 但是我的身體動不了了 但隔妹多久突然有食物出現在魯夫他旁邊 他把食物全部撿起來吃掉了 那麼就有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話題 到底是誰給魯夫食物的 我想這個嫌疑人有非常多 我們一個一個來盤點 首先就是黃元了 是黃元的證據有哪些呢? 首先這些食物雖然有點雜亂 但有一個東西特別眼熟 那就是這個拉麵的碗 而這個碗在黃元進攻彈頭島前 也有拿來吃麵 再來這些食物是閃現出現的 就連超強的舞蹈星都沒有注意到 而能辦到閃現的就是黃元了 那動機是什麼呢? 之前說過 黃元出現過之前親自的表情 那就是聽到大雄將被改造的時候 他收起前面開玩笑的表情 變得非常嚴肅 這與當時親自在奧拉拉非常類似 而且黃元也有跳過妮卡舞蹈 在之前就覺得黃元是有機會心態動搖的 意思就是他與親自一樣 不100%信任海軍了 所以把食物餵給魯夫是有機會的 而他也是賭星目前不會控制的人 畢竟其他敵人都被控制住了 自己人總不可能控制吧 第一黃元 如果是黃元的話 那麼彈頭島故事會精彩100倍 畢竟誰不喜歡反轉 再來就是我們的卡里布了 卡里布當時也有跟進來彈頭島 但是他前面索隆就放他跑走了 但當時卡里布也有說過 這是海軍的島 現在下去很有可能被抓 事實上他如果馬上跑走的話 就會遇到CP 甚至還可能被後面趕上的黃元這些海軍抓住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沒跑呢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食物也有機會是他的 那麼要怎麼在別人不注意下放置食物呢 那麼就得說說他的能力了 他的能力是能與地面融合的泥沼人 所以他有沒有機會使用能力偷偷放下食物呢 或許是有機會的 那麼動機呢 畢竟他與曹茂團算是命運共同體 如果卡里布想逃出彈頭島 那麼只能讓曹茂團贏 才有機會安全逃脫 第二卡里布 雖然卡里布是有機會的 但是他其實也有自己的任務 那就是把海王冥王告訴某個老大 所以是他或不是他都是有機會的 當然還有停靠在外面的黑團 在海軍來之前 黑褲子海團的船著就在彈頭島外面了 但是比海軍還來的慢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的是 他們有機會已經來了 那麼來的人會是誰呢 目前劇情空缺的人物 只有拉菲特而戴捧了 他們沒有參與打羅的對戰 也沒有參與卡普的對戰 所以這兩個人是最有可能的 但也有可能是打羅的那群人也來了 那麼他們有辦法把食物放在那裡 讓土星不注意到嗎 拉菲特的能力是可以催眠別人的 但拉菲特應該只能催眠小兵的 所以可能沒辦法 但戴捧可以變成別人 當時土星旁邊就有一堆海軍包圍的草帽團 那麼假設戴捧變成這些海兵 是否可以偷收放下食物不被注意到呢 這是可以想像的 那麼他們幫助草帽團的動機在哪裡 首先就是掠奪別人果實的計畫了 如果他想掠奪土星或者是黃原果實 那麼草帽團就必須贏 或者是竊取彈頭島的科技 那麼也必須讓草帽團贏才有辦法 所以黑團絕對也是人選之一 第三黑屋子還亂 這三個人物是除了草帽一伙正派以外 最有可能人選 當然也有可能是那些不在場的正派 畢竟在場的人都表示自己動不了了 不在場的人像是貝加龐克靈翼這種 可能炸死的人物 或者是索隆有餘力偷偷幫助魯夫 這些人選太多了 吃天使什麼的 都是有機會這麼做的人物 動機不用說 因為他們都是挺草帽團的 但如果是這些人的話 就完全不意外 也沒什麼爆點 所以就不多談了 第四那些不在場的正派 這些就是最有可能偷偷給魯夫食物的人 那麼誰給魯夫食物是最精彩的劇情呢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黃元了 畢竟誰不希望大將能夠轉正呢 再來就是黑屋子海團了 畢竟大家也期待他們的邪惡計畫 大家覺得誰偷給魯夫是最精彩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來就是龍已經準備好前進彈頭島了 在彈頭島如火如荼的戰鬥時 鏡頭還是不忘給到我們龍身上 這次龍不再看爆了 他說的話語也讓人覺得他真的要行動了 龍與人妖王談話說了 如果熊是依靠本人的碎片行動的 你覺得他會去哪裡 人妖王說如果是我就直接去聖地馬力喬亞了 但熊肯定不是 龍說果然 龍的意思應該就是 如果我知道大熊去哪裡的話 那麼我也會跟去的意思 那龍會知道大熊去哪裡嗎 很明顯的應該知道 因為在彈頭島的報紙已經傳遍各地了 大家都知道魯夫 瑕疵貝加龐克這個假消息 而且也特別提到 這次是奧哈拉級別以上的圖魔靈 如果報上也有波尼這個人物的話 那麼我想龍一定會聯想到大熊來的動機 所以瑋田給出這幕是非常重要的 這幕就是龍來到彈頭島的動機 而這話貝加龐克與波尼對話說過 波尼說魯夫是爸爸的朋友的兒子對吧 貝加龐克回答說 是的你們一起來到這我很驚訝 命運真的很有趣 那麼大熊已經來了 龍再來的話或許也是一個對應 而且彈頭島故事開始前 貝加龐克的靈一就特別跟龍說過 自己會死 而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真的要來彈頭島的話 那麼順序是大熊先來 再來才是龍來 大熊已經來了 你們覺得龍還會圓嗎 再來就是大熊早就已經計畫好了 大熊在波尼將被處死的最後一刻 來到了彈頭島 他被土星攻擊後想要直接給土星一拳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拳 應該是對應大熊兩年前 看到魯夫一拳給天龍人 這兩個表情動作非常的相似 那麼大熊到底為什麼會突然跑到彈頭島呢 大熊在桃射島跑起來的時候 我就說過很有可能是因為 他想要來保護波尼了 當時給出的理由就是 跟貝加龐克討論自動保護機關 意思就是他女兒波尼如果遇到生命危險的話 那麼就會馬上跑過來 當然這個套用在妮卡身上也說得通 畢竟之前他就拜託過貝加龐克 讓他保護曹茂海團的船 他說過他雖然無法參與曹茂團的冒險 但是還是想幫助他們 所以他也有可能跟貝加龐克說 想要幫助妮卡 這兩個理由雖然都蠻有可能的 但是都有幾個BUG 像是黑武子在之前就綁架過波尼 大熊沒來 或者魯夫在之前生命摧危很多次了 大熊也都沒來 當然這裡可以解釋的就是 劇情需要所以沒來 當然也可以把矛頭指向土星這個人 畢竟大熊一生最大的敵人就是土星 或許大熊動起來與土星是有關聯的 這是大熊會來的其中一個理論 另一個就是他與古代機器人互相吸引 之前說過他們兩個對應了 如果是古代機器人吸引大熊過來這裡的呢 其實也是可以期待的 雖然沒有什麼太大的證據 但不管是古代機器人或只是大熊 基本上都是為了妮卡而活的 古代機器人在彈頭島眼睛動起來 就是因為魯夫變成巨大的妮卡後才動起來 而大熊不用多說吧 大家都知道他對妮卡重視 最後照慣例來預測一下劇情走向 大熊打下去這拳 土星應該是不會出什麼大事的 頂多就受傷而已 真的要擊倒土星必須靠古代機器人 或者是魯夫再次覺醒 不然就是龍這個人物了 我自己覺得古代機器人絕對是最重要的就是了 如果大家喜歡以上分析 請點個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V戰演算法讓更多人看到感謝 也歡迎加入我DCE的好RJ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